党内黑韩氛围愈演愈烈 竟然有网友疯传 韩国瑜人跳楼自杀 留言板署名 Swing 1221的乡民爆料称 韩国瑜在8月31号早上 9点45分自杀 网络酸民攻击不断 他压力太大 国民党将另推候选人 而发文者网络地址来自加拿大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奇怪贴文 韩国瑜竞选办公室 在第一时间进行辟谣 我刚刚才跟市长通过电话 那他整个人还是活跳跳的 生龙活虎的 但是对于这种没有是非的谣言 我们确定会提告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奇怪贴文 韩国瑜竞选办公室 在第一时间进行辟谣 强调韩国瑜还生龙活虎 不少人认为如果是真的 不就变成打悲情牌了吗 但也有相名质疑 一切都是自导自演 其实我相信 不会有人拿自己的生命 来作为选举的手段 或是拿来开玩笑 除了韩国瑜竞选办公室 鸡鸡灭火 国民党主席吴敦毅 也对近来岛内恶意黑寒的 诸多行为进行痛斥 不要对这些坏分子 让他自己的私心 或者不道德的意愿 调乱设备制造减轻的 乌敦毅不仅大力抨击发文者 还从胸前口袋掏出 已经印下来的网络贴文 罕见大动作公开澄清 据报道 这篇贴文在8月31号 中午时分被撤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